一本书一本书 这本古书藏立在悬崖半空的洞穴之中 你见过比这更加震撼的悬崖洞吗 刀销般的崖壁高度超过300米 从这里到底下还有接近200米的距离 巨大的洞口四周都是绝壁 古人用了什么方法来到洞中 并留下诸多遗迹 我们利用专业技术安全探索之时 恰逢雷雨大作 现在我在这个岩石上面是做好了 专业安全的保护 大家不要模仿 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谷底 是一条河流 然后这个基本上是垂直的崖壁 洞口上方现在看到是一个副角度的 所以说咱们现在就要做个横切 往右边切 往我的正前方 切了之后才能抵达洞口 兄弟们 现在我是从手指的那个方向 在上面横切了大概十多米 然后从这里降下来 做好了安全保护站 我们继续向下 然后在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这风景 超过300米的悬崖 现在降了大概有个七八十米 好像是一个老鹰的巢穴 咸的一些树皮 但是已经人去楼空了 现在我已经看得见这个洞口了 看到没 就在我脚趾的那个方向 大家看现在下起了雨 然后我正好是处在副角度的岩壁下 刚好淋不到雨啊 还有雨是从我的右边往左边下的 现在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 好爽 在这里做好了安全站 我们继续下降 等一下 相机挂住了 现在100米的绳子用完了 小炸猛的那个位置 给我送绳子下来 现在是电闪雷鸣啊 这里有一个松散的石头 我们要给它弄下去 从这里到底下 还有接近200米的距离 就是到那个水平面的位置 现在后面几位队友也过来了 我们已经正式的处于这个洞顶的岩壁之下 看外面还在下着雨 这会准备 从这里降下去 然后从那个底部往里面走 这洞道不知道有多深 这个松的石头一定要排前 垂下去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缩 这里还有个松的 没有没有没有 绳子在边上 这里还是松的 看到没 洞底呢 是一个陡坡 然后上面长了一些植被 这块小炸猛也站上来了 剩下队友在后面啊 好 咱们紧接着就往洞道深处走吧 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情况 这个洞底上面有滴水下来 比较潮湿的一块地 可以看到 在我的左前方 在这个位置 就是石头 就是石头垂起起来的 这个石墙 这边 悬崖峭壁中间的一个洞区啊 竟然发现了人为痕迹 太不可思议了 我觉得 看我脚下的 踩到这里 就是垂了石墙的宝坎 然后这个里面 因为是连的太久远了 长了一些枯树枝在这里 这后面一些小石块 天啊 咱们往这里看一下 这下面的河面 从这个位置再往下去 还有一百多米 大家想象一下 上下绝壁啊 当时的人 他是怎么进来的 谁给他们的勇气 继续前进 看我手指的方向 这边也是石墙 然后这石墙里面 长了一棵树出来啊 这边呢 已经全部坍塌了 石块都已经 到了这个位置来了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 到底是些什么人 在这里建造的 不可思议 看这里 哇 看这一个绳子 兄弟们 哇 那个天哪 这什么绳子 哎 稻草 好像是稻草边的 有这么粗 我整个说有这么粗 这么粗 稻草边的一个绳子 但是还没有耐完 没有烂丸啊 激动了 说的不会话了 看这个是三股 三小股 然后会成的一大股 看这里 因为这里淋不到雨啊 所以说它保存的 也不是说完好吧 还能看得到它的形状 咱们现在接着往里面走 这一块碎石头很明显 就是人为放在这里的 而且在上面还发现了绳子 这里还有 老鹰的毛 这个石块也是被剪到旁边了 这上面全是人为堆弃了保坎 我从这个底下上来 大概有二十多米的距离 然后在这边呢 有一个洞口 这个洞口是在我们 横切线路的尽头啊 横切线路的尽头 就通到了这里 然后我们是从下面进来的 这个洞的宽度大概有五六米啊 然后从我站的这个位置 到这个顶上呢 应该是超过了三层楼 里面都没有水了 所有的种石都成了灰白色 干枯了 洞顶非常平整 然后咱们现在看一下那里 有没有洞到 很不好走啊这里 大家看这个石头 拿起来非常的整齐 这也是个绳子吗 刚刚在那个下面发现的绳子 这不是绳子 这是一本书一本书 我们拿出来看一下 这上面有字有字 这是老书啊 从后面往前翻的 看到没 这是印刷还是手抄的 手抄的 手抄的 这个字写的挺好的 我去 这上面你看还有还有做了标注的 还做了标注的 这个 什么书 伤寒两个字 看伤寒 放在这个里面竟然没有被毁坏 也没有被拿走 我感觉这太神奇了 你不拿走 没人拿走 对我们 我们在洞里面拿到这个 是不会拿走 他刚刚就是 发现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刚刚我们发现的这本书呢 我们 是不带走 但是我没有说不带走照片 现在我给他一页一页的全部拍下来 全部拍下来带走 把照片带走 书还是要放到这里 小心翼翼的把它打开 全部都粘连了 粘连了 你不要弄坏了 这个里面没有字 从这里 这是第一页 从这里开始拍 这里还有一个印章 看到没 我都不敢太用力的动画 把这一面也拍下来 非常的惊喜 我们在这个洞里面 发现了一本书 然后呢 我是拍了一些照片 把那个所有的 一页一页的翻开 然后拍了照片 书本也是要放到这里 我们在洞里面发现的东西 是不会带走的 这会儿呢 我们返回来 即将到达那个下降点 然后跟着绳子继续往上爬 是一个非常耗费体力的过程 很多人不是想看我们怎么上去的吗 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是通过这个手绳凶身 然后一些安全装备啊 把我们人和这个绳子连接起来 推上去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操作步骤 喜欢探索的人呢 也可以 跟我们一起体验哈 这个是有机会的 那今天的视频呢 拍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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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